在暑假来到十杀海的游客 真是人头涌涌啊 这些是脸蓬 拆开就有莲子吃的了 感受一下地摊经济先 走到河花市场呢 这里可以说是十杀海的起点 顾名思义就肯是有河花体啦 这里是市中心的景点来的 经常都有人上亲的 小朋友手上拿着的呢 是传统工艺做的吹泡糖 在游客区就肯是很多潮流小食和饮品啦 这些不是真的寒气 只是制造气氛的 同样这里有不少百年老店的 这家山东菜就是始于1822年的了 离开河花市场之后 我们继续潮着后海走 沿路呢有很多文物保护单位的 但是不知为什么保护成这样的样子呢 当众不乏有私人住宅 也都有不少人拿来自己做生意 好喝的茉莉花凉茶 外焦里嫩的炒茶 大叔对这个位置都有点感情的 因为以前自己的乐队都在这里演出过 酒吧没了啦 现在变成了火锅店 跳客逐筋做的公仔 组型都挺可爱的 屁鼠 芬芳的花串 嗯 闻不到香味啦 这枝不是雪糕雪条来的 是北击小食 螺米糕 都是甜的 十块一个 潮流说兴穿汉服 但那件明明是满服来的 近年鼓吹国潮 多了不少这样的服装店 尤其是旅游区 很多人就敢逛街的了 哇 来到我北京最喜欢的火锅店了 每次来到都要排队的 我最高纪录排了个几钟了 一场来到进去看看 是由一间社合院改造的 不算很大的 但是就加了屋顶 不怕日晒雨淋 可以多坐客户 哇 真是肉香扑鼻 好顶人啊 就来到银丁桥了 刚才我们走过的是前海 前面才是后海 而银丁桥呢 就是中间街 十沙海其实是由前海后海 和西海组成的 得过我们习惯 统称为后海 后海区呢 是有很多音乐咖啡室 餐厅和酒吧的 为什么在台上对着 好假照镜呢 见到个小朋友 那些空气又清新了 在银丁桥上面 特别多人打卡的 走过了银丁桥呢 就有好多小食点 这条长龙呢 大家是排着买肉饼的 唉 我就懒得排了 趕快拿一支羊肉串吃住 见 十沙海未走完的 不过这个星期六的大城小事 冰大叔 会和你先分享一下 盲人按摩师的故事 大城小事 走遍神州大地 逢星期六 下午四点至五点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竹本放送